又船捷报一次携带一个赢的中国野牛!建造速度真是没谁了! 近日,有网友在国内某船厂拍摄到了新一艘的中国野牛气垫船。 据资料确认,这艘气垫船并不是去年亮相的第五艘,而是刚建造完的第六艘。 如果进度理想,这艘气垫船今年就能海市,明年就能服役。 根据资料的佐证,中国野牛和欧洲野牛并不一样。 在得到欧洲野牛气垫船后,先后对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例如,换装国产的新式燃气轮机。 提升了载众和航程。其次,舰上的武装和防护也得到了加强。 原版的欧洲野牛只能做到携带一个加强连,人数编制在140-180人,求度300余海里,升级后的中国野牛则可以携带一个赢,360人左右,求度1000余海里。 我国在登陆作战能力上,长期处于孱弱的状态。 虽然我们的动员能力能够保证在短时间内向任务海域,输送一个成建制的海军陆战队和城旅。 但是,这个输送,是单纯的运输,而非作战层次上的抢摊登陆。 通俗点的说,航空兵和火箭军催敌方的摊头防御体系和纵身一定范围的军事设施后,海军舰艇群掩护登陆舰去登陆。 这种战术方法对一般国家来说可以凑合用。但是…… 作战区域一旦远离岸基航空兵的作战半径,那么打击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即使是火箭军队,即使是火箭军反复离的极变,敌方仍能组织防御。 而中国野牛则不一样。 首先,作为军用舰艇,它的及时抢摊,战役调整和战术灵活性上,都是商船和老式坦克登陆舰所不能比的。 在进攻中抢摊,省去了过去解放军两期作战演习上所必要的换乘时间。 在这里笔折有必要说明一下,登陆作战一般分为四个区域。 第一区域是火力打击群,第二区域是换乘区,第三区域是指挥中心和舰载航空兵所构成的安全区。 四区域是后勤中心。 其中,换乘区的存在,就是给老式登陆舰和临时征调来的商船,一个调整的空间。 如果一股脑的直接往前冲不配合,那结果必然是全军覆没。 。 以美军LCAC登陆艇为例,它从船物登陆舰驶驶出后就直接奔向战场。 完全是因为……。 人家早在船物登陆舰内就明晰了作战计划。 在登陆过程中如果有突发情况,也能通过双向数据链及时调整。 老式的坦克登陆舰只能做到电台这样的语音通讯,很难跟上战术网络云的安排。 而战术指挥官在繁忙的指挥里,决策你的调整,是要时间的。 历任WK。 近日,有网友在国内某船厂拍摄到了新一艘的中国野牛气电船。 据资料确认,这艘气电船并不是去年亮相的第五艘,而是刚建造完的第六艘。 如果进度理想,这艘气电船今年就能海市,明年就能服役。 根据资料的佐证,中国野牛和欧洲野牛并不一样。 在得到欧洲野牛气电船后,先后对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例如,换装国产的新式燃气轮机。 提升了载众和航程。 其次,舰上的武装和防护也得到了加强。 原版的欧洲野牛只能做到携带一个加强连,人数编制在140-180人,球度300余海里,升级后的中国野牛则可以携带一个赢,360人左右,球度1000余海里。 我国在登陆作战能力上,长期处于孱弱的状态。 虽然我们的动员能力能够保证在短时间内向任务海域,输送一个成建制的海军陆战队和成旅。 但是,这个输送,是单纯的运输,而非作战层次上的抢摊登陆。 通俗点的说,航空兵和火箭军催敌方的攀头防御体系和纵身一定范围的军事设施后,海军舰艇群掩护登陆舰去登陆。 这种战术,这种战术方法对一般国家来说可以凑合用用。但是。 作战区域一旦远离岸基航空兵的作战半径,那么打击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即使是火箭军反复离的几变,敌方仍能组织防御。 而中国野牛则不一样。 首先,作为军用舰艇,它的及时抢摊,战役调整和战术灵活性上,都是商船和老式坦克登陆舰所不能比的。 在进攻中抢摊,省去了过去解放军两期作战演习上所必要的换乘时间。 在这里笔折有必要说明一下,登陆作战一般分为四个区域。 第一区域是火力打击群,第二区域是换乘区,第三区域是指挥中心和舰载航空兵所构成的安全区。 第四区域是后勤中心。 其中,换乘区的存在,就是给老式登陆舰和临时征调来的商船,一个调整的空间。 如果一股脑的直接往前冲不配合,那结果必然是全军覆没。 为什么中国野牛就能省去换乘时间呢?很简单。 以美军LCAC登陆艇为例,它从船务登陆舰驶出后就直接奔向战场。完全是因为。 人家早在船务登陆舰内就明晰了作战计划。 在登陆过程中如果有突发情况,也能通过双向数据链及时调整。 老式的坦克登陆舰只能做到电台这样的语音通讯,很难跟上战术网络云的安排。 而战术指挥官在繁忙的指挥里,决策你的调整,是要时间的。 历任WK